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的方案 一般人都免费15 就是你们也是15GB是免费的 那因为我又是先期导入者 额外奖励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Google United 才刚开始我就使用了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 看好这东西一定会非常 就是好用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很早就使用它 我觉得它非常好用 而且是免费的 用到现在 另外还有一个它给我1TB 叫什么 在地祥导宣传活动 那其实我做了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做 这个就是说 应该各位都有使用Google地图的习惯吧 手机里面不是有Google地图 那我习惯 只要出去玩 我就会找一下 有没有四颗星以上的景点 或者是餐厅 或者是住宿等等的 那我的习惯是去了之后呢 我习惯会评论 这一家好吃不好吃 我就会给它几颗星评论一下 这一家住了之后 好不好 然后呢也会照相 上传 所以如果遇到那种 很那个 那我也给它照相 上传 对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发现 它有一个叫在地祥导活动 那我就看到 好吧 我就参加了 一参加之后呢 只要是我评论的 它就给我 比如2点 3点 4点 反正一直多 一直多 一直多 然后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 只要到250点 我大概花一个月的时间 只要到250点 他就说 恭喜你 你好像是升级到第四级了 你就可以得到1TB的免费空间了 而且是Google给的 我想哇太好了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如果各位有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我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也写了一篇那个就是部落格文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那个什么在地祥导 在地祥导 在地祥导这关键字 后面你就是很多了 还有很多人 你可以打一个吴老师 这个我有分享一篇文章 里面的话呢 就有提到 有关那个就是怎么样给的 那我把我的过程也把它拍个照 其实基本上它就免费两年使用 大概有算过大概至少八千 八千多块的那个 这个可能我如果要去买它的空间的话 那里面的话大概就是第三级 第四级 OK 那不过我已经夸升级到第五级了 第五级要500分 我快要500分了 不过这好像没什么 这到底能干嘛 好像在玩游戏一样 不过也只是一个习惯 因为我习惯出门在外就会 就是照个相了 那也是自己生活上的记录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好像我刚刚也收到一封那个 就是那个mail 这个mail的话呢 是Google寄给我的 好像说什么 我的东西放在那个Google地图上面 那个观看的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那个多少 超过了好像是 是不是 那是 那是拿社交吧 这个 再地想一想 他说 怎么 您的相片 刷新的Google地图的记录 有没有 因为我的相片 这都是我拍的相片 传上去的 观看支出超过一百万次了 感觉好像很虚荣 不会很虚啦 如果给我一 这个后面如果是NT Dollar的话 那真的很好 可是这个只是 OK 那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将来 想要拿到1TB的空间的话 可以在那个在地想导加入一下 那其实应该蛮容易的 因为我大概花一个月就完成了 你只要做什么呢 就是去一个地方 那今天来这里是这样 你找到志向金 评论一下 照几张相 不要照过就好了 随便拍几个角度啦 然后呢 传上去 好像三张就给两点吧 然后你走到 也许到哪个地方 反正一路到台湾火车站 也有很多景点嘛 那你也可以照个相 然后传上去 评论一下 这样子 养成好习惯 那实际上这些 这些在做什么 实际上这些都是所谓的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啊 如果说量少的时候 意义不大 但是如果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大了 而且它可以提供 Google有太多的东西 可以让它去分析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你会参考 好 这个是额外的说明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呢 待会呢 我们要把这 总共有五个Sub 要变成五个按钮 我想这个应该也不是 那么太困难的事情 怎么样把它变成按钮 第一个开发人员里面 有插入什么呢 记得从那个表单控制项里面 记得这个地方 如何帮我把 我刚刚写的Sub 其实特别注意 如果是Sub就是按钮 OK 那我们就直接插入一个 所谓的表单控制项 记得不要用这个 Active控制项 虽然它也可以去执行我们的Sub 但是比较麻烦 而且麻烦非常多 我比较不建议你用这个 你可以用表单控制项的这一个 那怎么错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拖拉 我在这边再做一个好了 拖拉一个 OK 然后呢 就找到什么呢 转为半型这个 那我的习惯会怎么样 把这上面的字复制起来 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我等一下 可以直接贴上 就可以少打很多字了 有没有 这样比较快一点点 那如果再来就是说 第一个做完了 那第二个第三个怎么做 其实要不你就干脆把它拉宽一点点好了 干脆就一样大 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一样大的话 你可以拉一个 然后这个就把它复制一下 做什么呢 再贴上 就一个 这个怎么把它做第二个 按右键 一样的吧 指定聚集 那我第二个想要是办形 然后表来公式嘛 改为什么呢 取用内建的函数这个 然后把它复制 先点击它 然后把那个名称复制 名称复制的主要用意是 因为 我可以省达很多字 OK 那就一个 两个 三个全形的公式 全形的内建函数 再一个清除 全部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demo一下了 清除掉 有没有 半形的 再来是全形的 再来是清除 这个是内建的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 这个是里面输出的 都是资料 这个跟这个输出的 都是公式 而且全形的公式很妙 它里面本来输出的是 什么 DBCS 然后呢 丢进去变Big 5 这个导致蛮特殊的 一般是很少这样 一般是你丢什么 它执行就是什么 OK 那也就是说呢 你将来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现在所有在做的公式 通通都可以变成VBA 也就是说呢 你当然不只是可以输出 一栏 两栏 你如果说一个按钮 可不可以输出两栏 可以啊 全形半形放一起 可不可以啊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可以把 假设你一次要输出 全形跟半形的话 那你就是这边就是 比如说再加一个半形全形 两个都输出的话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这个 把这一行有没有 再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下面这边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一次输出半形跟全形的公式 我清楚给各位看一下 清楚掉下 那刚刚是按两次按钮 现在是按一次按钮就可以了 两个都输出了 有没有 那如果你有三栏 四栏 五栏 也是一样 按下去 全部都做完了 OK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 一个Excel的四串表 那你希望全部一次做完的话 那就是按一个按钮的事情了 那你以后就是清楚 OK 应该懂了 也许你就是在 自己再增加一个 这个我就不加上去 就是全形 加全形的公式 也许半形加全形的内建函数 也许更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第一个 如果你对于那个云端硬碟 也不熟悉的同学 回去自己花一点时间 玩玩看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趋势的 你这个不熟的话 没办法 那Google 我想应该是 目前云端做了 大概佼佼指 逐一逐二 你目前 能够跟它抗衡的 大概很少了 那所以呢 你利用它 大概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第一个 那个Google的云端硬碟 像我刚刚的问卷 就是用Google的表单做的 云端硬碟里面的表单 那第二个是 如果你要多增加空间的话 它免费是15GB 如果说你要像我一样 有一TB的话 我是建议的 你平常 就是养成好习惯用Google地图 因为其实太好用了 而且Google地图 最近又增加一个那个 什么导航模式 它可以拿来当导航机了 真的很厉害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那个Google要参加在地想岛的话 它不是预设就有了 你必须在Google地图的那个APP的左上角 左上角的地方好像有三条线 点下去 好像会有一个什么 参加在地想岛之类的吧 我也有点忘记了 你点进去 好像要必须要去申请这个在地想岛的活动 好像才可以参加 这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或者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那个部落格里面的分享 我是把那个整个过程做个说明 可以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